歡迎收看台灣向前行 台灣向前行 我是孟琪 連續三天確診數都在200例以內 200例以內 這陣子讓大家覺得悶在家裡 總算有點成果了 好 有沒有機會來力拼6月28號 就來解除三級警戒呢 稍後我們持續來鎖定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好 另外一方面 家中的長輩們有去打疫苗了嗎 昨天老年人施打的第一天 各地狀況不斷 尤其是眾所矚目的台北市被炮轟說 這根本就是在考驗老人家的體能嘛 有的是要爬好漢坡 有的是要爬三樓的階梯 才有辦法來接種 好 問題真的是一螺框 好 最新一份六都打疫苗的聲量排行榜 勇奪話題王的不是台北喔 而是高雄市的陳其邁 好 稍後我們大家就來比一比 六都當中到底誰的安排 比較體貼這些老人家呢 好 在討論之前 我們要趕快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好 首先歡迎到的是 台灣世代智庫執行長陳冠婷 各位好 再來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再來左手邊請到的是 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林應然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 國民黨新北新議員 同時也是國民黨的發言人陳偉傑 鳳琪好 大家午安 好 我們趕快先來看的是 昨天台灣的本土病例是新增132例 另外死亡個案也降到了個位數 目前台灣累積的總死亡人數是460人 不過我們看到疫情最近的趨勢 已經連續三天 我們的確診病例數都低於200以內 昨天阿中部長還特地說 各個方面的數據都下降 真的是好現象 這代表6月28號三級警戒解除有望嗎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的報導 前副總統陳建仁臉書列出圖表 以4月20號作為分水嶺 50到69歲和70歲以上長者 不論重症率還是致死率 都是4月19號以前 高於4月20號以後 開心說著疫情逐漸走緩 但6月28號能不能解封 也成為討論焦點 如果要解除三級最保險的做法 就是你一個裡面 在裡面這種不明原因感染你的 對案數必須很少 專家認為討論解封 可從幾個面向著手 第一可鬆綁警戒措施 從三級變成2.5級 取消戶外10人 室內5人的聚會限制 上調到30到50人 而且也可以不必同島移民 考慮依各地風險等級 分區進行不同程度的降級 甚至在人流管制的前提下 也可以重啟部分的產業 例如開放餐廳內用 我們以目前的流行曲線來看的話 三級防疫可能在部分地區 可以先解除 雙北地區的話 到了月底是不是能夠解除 我認為還是有希望 但是還要再繼續觀察 要解除管制 要同島一起行動 變成大家的疫調能力 都要差不多差不多 大家都要有能力 把那些涉及潛張的感染源 雖然CDC不排除可能分區降級 但重災區雙北市 柯文哲保守悲觀看待 除了疫苗不知何時達到高覆蓋率外 也難防社區潛藏感染源 就怕分區開放 很可能會讓確診數再度飆升 專家建議應當再觀察 最好每日確診數降到30例以下 再來考慮解封與否 畢竟人命關天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現場的記者會 先請我們的指揮官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工作的一個進展情形 好 各位記者 媒體 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要公佈的確定的病例 有本土的病例167例 境外移入有3例 那死亡的個案有18例 好 那整體的個案數 還是在新北市有65例 台北市有50例 那苗栗21例 那桃園14例 那花蓮8例 新竹縣5例 基隆市5例 高雄及台中各1例 好 那整體的案件數 昨天是 比昨天稍微高一些 不過整體的 爭取的趨向的一個發展 他還是在 這裡面還是稍微往下 那當然這還是一樣 但是要值得我們大家注意 那裡面大概新北跟台北 看起來情況 是現在比較穩定 那不過積極的 把接觸者 那積極的家庭的接觸者 及時的匡列 及時的隔離 那 精準的疫調 這一部分仍然也是要努力 那當然對一些相關的 可能的區域 那做這個擴大的採的那個篩檢 那也是有必要的 那我還是要呼籲就是說 被地方政府 匡列在一個 或是說在一個風險比較高的 區域 那呼籲大家出來篩 採檢的時候 那盡量要配合 因為 及早的來採檢 尤其是有症狀 有接觸 或是在風險區域 那把這 能夠把自己 就說無症狀的也能夠 找得出來 對自己也是一種保護 對家人也是一種保護 那更是能夠保護到社區 那在 苗栗縣 苗栗縣這幾天的案子會比較多 因為就是現在正在針對 苗栗現在已經被隔離開的 被隔離開的 的一些風險的 高風險的人員 那做第二次的一個採檢 那相對的陽性率就比較高 這裡面大概21例 裡面有20例 是我們在 已經被隔離開的裡面 再度的採檢 出來的PCR的陽性 那有一例不包含在裡面 所以經過上次的大規模的這樣的一個 隔離看起來漸漸可以看到效果 那這兩天再做第二次的把他這個 風險人員再把他採檢 那再把他 再把他送到相關醫院或者我們的 加強版的集中檢疫所 那我相信這個 這些風險人員的案例數也會慢慢的往下降 昨天 我們準備把這個AZ的第二批 在應該是16 16 17 我們在17 會做第二次的一個配送 還是講說讓大家比較能夠掌握這個數量 能夠在施打的效率上能夠增加 那我們今天也宣布在這第二次 在接下來我們會再配 這個莫德納 在莫德納裡面 我們發到縣市政府裡面 大概會發 6萬3千2百 6萬3千2百劑 這 那是要針對 我們現在在裡面要針對 1 2 3類 1 2 3類 是我們這是要針對1 2 3類的 都可以打這莫德納 那雖然基數 計量數不是很多 但是 那在這幾天 莫德納打的也不算是特別的快 那所以說我們希望就是說就是6萬3千出去之後 能夠對1 2 3類的有幫助 那另外我們保留1萬劑 公共交通部 對於這個相關的在 邊境的 在邊境的人員 大家都強調在現在 他還是在邊境 有相當的一個風險 而且要 防止這個相關的可能的變種病毒的入侵 所以在邊境人員的保護 那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會拨1萬劑 直接由交通部 交由這個 機場邊境相關的人員來做施打 好 當然這2天都有一些相關媒體 對於這個國產疫苗的審查都非常的關心 民眾也很關心 那我們還是照著原來所公佈的一個 所要求的這樣的一個程序跟標準 來進行 那現在目前 相關的程序跟資料都還不完備 所以對於相關的一些過多的 揣測也沒有必要 我們會照著程序 跟標準 那還有專家的意見 繼續來辦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報告先到這裡 大家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謝謝指揮官 這邊 新唐人提問 第一個是想請問說 有臺灣的企業反應說 7月要陸續召開股東會 但是在股東會之前會先召開董事會 想請問指揮中心董事會是否屬於社會經濟活動 那室內的開會人數是否需要比照 不能超過5人的限制 如果比照的話 有建議企業可以怎麼做嗎 然後另外幫東森問說 這批124萬劑的AZ疫苗 優先施打的7類人員能不能提供 各類別更詳細的疫苗分配比例 比如1到3類是6成 那其他每個類別的分配比例 各為多少 分配的比例 當然算是123類 其實不太容易 很容易分得出來 因為我們大概123類大概有分的幾次 從最早 沒有人打 那再過來針對123類的開放 然後再過來 針對雙北一類 然後其他縣市的三類 然後加上現在MODENA第一批 我們分到第一類 那現在我們要打到1到3類 等等他有一些數目不同 不過到目前來看起來 在第一類大概施打的人員 我相信在這2天打下來 最近我有精確的數目 應該73% 那我現在應該是認為超過8成 那其他可能在 在第二類大概是5成 然後第三類大概不到5成 那分配的數目 我們都依照照冊 照冊的數目 然後一定的層數 去分級 那不過這裡面我們 現在也要跟地方政府也要來 趕快來談一件事情 就是前一段時間他們的造冊 有的時候不夠積極 所以還是有一些漏列 造成各縣市所造冊的 一個比例 那顯見跟他們相關的一個需要 可能有一些落差 那進來我們會跟縣市政府大家來討論 這些造冊的名單 怎麼樣在不全的部分 怎麼樣補足 這個要來談 那至於在75歲 75歲這個 當然 各地地方政府為了分流的必要性 然後依風險的高低 照著年齡來往下打 那我相信這地方政府在分流的一個策略 讓疫苗施打的比較有秩序一點 那不過到現在 現在在分配出去 對75歲以上的 的基本的配量 大概都是每一個縣市都是基本的 百分之53 百分之53 那雙北 多了百分之10 那中高風險的區域 多了百分之5 那這樣的一個數目 為什麼會用抓一個百分之53 因為以前在打流感疫苗的時候 的是接種率大概是52.5 那所以我們抓一個53 是照著流感量打 但是這個 施打率一定會比流感要高一點 但是也不會說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們要觀察施打的情況 然後再做一些調配 首先在 124萬劑裡面 分配到75歲以上的 大概就我講的 大概全國 大概就是百分之53 那雙北地區如果你再加百分之10 大概會到58 那其他區域大概會到那個高 中高風險會到55 然後都會比這個稍微高 因為這裡面並沒有把住在長照機構的 輸出型機構的 這些把它算到裡面 所以會稍微比這個 這樣的一個比例會稍微高一點 那至於在股東會裡面 當然還是要 嚴格的要求 就是說要有社交的距離 要戴口罩 那相關的規劃 至於在真正的一個股東大會 董事會 那董事會當然依照 平常像我們這樣在 開會一樣 適當的距離 把它隔離開來 那確保就可以 那至於股東大會的人會比較多 那今晚會現在做相關的一個規劃 來 請 謝謝指揮官 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二代疫苗 也就是所謂的第三劑 目前訂購的狀況 還有交涉廠商的情況如何 然後我們目標是會放在哪一年施打 第二個問題是 目前居家快篩 試劑25號要來台 但是一個要2500塊錢 甚至有3000元的 有民眾反應是成本太高了 謝謝 好 兩個 當然一般來講 因為剛才講這個2000多 3000塊 這是屬於PCR的快篩 所以他相對的成本就比較高 另外我們有準備要進口另外一個品牌裡面 那費用 比較低 那大概300塊左右 所以他各有一個用途 各有不同 那價格就會有一些 的不一樣 那至於要購買疫苗 我們都 這是一個持續性的 持續性 我們不斷的跟原廠都來做相關的 一個恰構跟討論 那我們也都提出一定的數量 那當然在了 比較長的時間的一個 都需要做一些規劃 不過我們都在 跟各公司都開始在談 謝謝部長 不好意思 這邊有兩個問題想要請問 就是因為其實最近國內的疫情有比較趨緩的 現象 那想要問說三級警戒降級有望嗎 因為公衛專家陳秀卿表示說建議先有一個過渡期的 2.5級版本 先讓部分的庶民經濟先復甦 那指揮中心覺得 這樣是可行的嗎 還是會需要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另外在華視新聞提問 食藥署中午發聲明表示已經收到高端EUA了 那接下來審查的重點會是什麼呢 如果按照時程來看的話 我們能夠趕得上7月施打嗎 謝謝 第一個 但現在目前情況這疫情穩定 大家從個案數來看 那我們大概從 一般降低一個篩檢的量 大概都有4萬到5萬 那陽性率也在往下降 這樣的一個情況看起來可以說平穩 但千萬不要以為是趨緩 大家還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這個疫情就稍微不注意 它可能就復燃 那各國都有這樣的經驗 那我們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所以到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還是 對於各方面有各類的意見 我們都會廣納雅延 很虛心的來檢討各樣的可能性 那我們非常謹慎以對 所以到目前來講 當然都有在考慮各種不同的 一些景象或可能性 但是都還在講說 現在是在面對疫情的一個緊張的時刻 那還有在施打疫苗 能夠 能夠順利的 能夠來施打 部長好 第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今天新增死亡的病歷當中 案3114 這位男性30多歲 他 是不是目前我們死亡病歷當中 最年輕的死亡個案 那另外 還有我們的 死亡個案當中 今天出現了3例都是2彩 3彩 甚至4彩 才確定陽性確診 不曉得是不是病毒最近比較 小滑多變的關係 第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我們疫苗施打的狀況 有沒有出現不良反應 甚至有血栓的情況 謝謝 好 這個 這個 中央副 有關這個 今天有一位30幾歲的 他因 因為我們先前其實都有幾位 我記得還有兩位30幾歲的 這位應該不是年紀最輕的一個部分 那 所以另外有這個 會塞很多次 原因是因為 他可能先前 有接觸的其他的確診者 所以在 就是 就是可能我有潛伏期的問題 所以 當然 當然是需要這個採很多次 那最後才 到5月18 5月16號 5月31號都是陰性 那到6月10號 陽性 所以他是不是 就是 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 第一次他可能是是一個 是 是一個接觸者 那當時在整個 觀察14天之後 都沒有任何的這個 沒有沒有採檢到陽性 那可能後續 是不是有其他的這個 確診者 導致他後來又又又 診斷成陽性 那這個部分 當然還在做繼續的 一個調查 有關那個血栓的部分 目前 我們有知道說 疑似血栓的部分 那陸續就是由 食藥所這邊 他們當然也會針對這個 來做研判 那 目前有有有疑似的5位 那 其中還有2位的部分 可能還在做後續的 這個專家的來做判斷 那還有在施打疫苗 那昨天是6月5號正式 開始打我們的124萬的疫苗 全國施打大概已經超過14萬劑 那大家有些媒體會關心說各縣市施打的 情況 那不過呢 照我看起來 有一些縣市 雖然施打的多或是在申報 再等於是爆上來的速度 有一點慢 所以在目前的數字都還不算穩定 那不過 我可以 因為一天開始要打這麼多量 實在不簡單 打了14萬 我認為超過14萬以上 還超過不少 那這個是第一個讓我們高興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開始就能打到這個量 那換句話說 日後 真的疫苗量大 我們需要更快的時候 那一週打上 像是在打說 我們希望有一個擴大 施打的疫苗的這樣的計畫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 就一週要打上百萬劑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這裡面當然也非常謝謝地方政府 還有基層的 不管是衛政 設政 護政 這些人員 警政 幫忙維持 秩序交通的單位 很多人的配合 那實在是做的 實在是 我認為是非常的好 當然有不免 都有一些狀況 都有一些零星的狀況 那我想就是說 大家要多諒解 因為整理必然要這麼快的一個施打 也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在這裡面 他面對的還是很多是高齡的 行動比較不方便 那我認為 當然大家都還有努力的空間 不過我認為 在昨天看起來 我認為是 地方政府都做得非常的好 指揮官好 想請教 現在韓國跟通訊軟體業者有合作 推出了疫苗地圖 那這個方法就是讓沒有被列在優先名單上 又想接種的民眾可以上網進行預約 然後這個地圖就會幫他們媒合 那我們是否也考慮請唐鳳鎮委設計類似像這樣的系統呢 第二題想要請教 針對紓困方案 有民眾認為說 旅外人士包括台商 長期不在台灣 不應該行李 請問指揮中心會採納像這樣子的建議嗎 謝謝 這部分的決定權恐怕不在我們這邊 不過我相信 政府一定會考慮一個公平性 跟一個需要性的問題 那至於就是說 疫苗地圖我們也一定會有 我們也一定會有 那唐政委也是有相當的一個規劃 只要這個量 我們只要擴大了這個範圍 往這個就是說 比較大的一個範圍來開放的時候 那 這樣的一個預約系統跟疫苗地圖就會帶來幫助 長官好 想請教一下 因為大家也很關心說這個85歲以上的 長者打疫苗 但是呢 卻有幾位是在 注射後出現死亡的這個狀況 那有死者呢 他平時也沒有慢性病死 那我們有沒有瞭解這些個案的 情況呢 然後另外還想請教的是說 因為台灣 台灣在這幾天的本土是已經都跌破200例 那死亡數有下降 雖然今天看起來是有稍微多一點點 那有意思說 疫情很快就會走到平原了 那跟剛剛部長說的平穩 但不是區管 是不是類似的意思 那也有人說 目前在台灣的英國變種 自己也會進化成 Delta的印度變種 那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謝謝 當然這個部分 用有沒有可能性這句話來問 讓我們很難回答了 你要問有沒有可能性 那當然任何可能都會有 可是在 但是以比較 用比較大家能夠了解的角度來看 這個病毒在變異 當然也可能在很小的群體裡面 就產生的變異 不過畢竟它是要互相碰撞 改改變 才有可能會產生的變異 那以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人口規模數 跟現在染疫的一個數目 要直接這樣就產生變異 當然不是說不會有 但是可能性是相對的低 然後第二個 我們現在 染疫 我還是講說到目前來講 我們只能說 他看起來現在目前是穩定的 但大家也千萬不要放鬆 那至於疫苗相關 今天有一位 有一位個案 他是在疫苗接種後 那 有通 有所謂的通報不良 不良事件的部分 那是第二天之後死亡 那這一案 他是 八十 八十幾歲的男性 那他本身是有糖尿病 高血壓 八 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病情肝炎 還有 乳內出血 冠心症 所以他11月 他今年1月有曾經心肌梗塞住院 他可以自行走路 那就是昨天 他有自行去 這個社區的關懷站接種疫苗 那不過在 就是第二天 第二天 6月14號上午去接種 15號 15號下午發現個案沒有呼吸心跳 那 所以所以他當時是有家屬有通知 衛生所這邊做行政相驗 那 後來目前是已經 轉通知這個 這個 地檢署這邊會進行司法腔驗 預定是 今天法醫會到家裡做司法腔驗 那有關這個部分就是 如果家屬 有告知家屬是否申請VICP的這個 這個部分 那也告知 有讓家屬這邊來知道 以上 部長好 不好意思 剛剛有一題好像沒有回答到 就是食藥署中有發聲明說有收到高端EUA 那想要問一下說接下來的審查重點 照時程來看的話 我們能趕上7月施打嗎 那另外還想幫華氏帶問一題 他們想要問說邊境海關人員和航警是屬於第二類的施打對象嗎 分配給桃園的疫苗當中有沒有包含這些邊境人員 因為原定15號開打的疫苗的航警人員是有接到消息說要暫緩施打 原因是要把疫苗先留給長者 想要瞭解一下有沒有這個問題 謝謝 我們再分配給各縣市的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的人員 那個都是依照他工作的所在地去做計算 所以這個各縣市都會有 那因為機場的這個 包括CIQS的團隊 就是像海關 航警 證照查驗 防疫的人員 那甚至機場的一些工作人員 那都是列在第二類跟第二類的人員 那這一塊都有 那 剛剛部長另外有宣布的那個莫德納裡面 有1萬劑要給這個 交通部的部分 就也有一部分會再提供給機場的工作人員 那至於就是說 現在大概也沒有說一定要趕到什麼時候 就國產疫苗 要趕在什麼時候 那一定是要審查 把它做完全 程序走完全 並沒有 既定的一個時刻表 部長好 承接一下剛剛有媒體問到的疫苗地圖 因為我們大規模疫苗接種之後 平均每1瓶的疫苗可以打10人份 那韓國他們是將每日剩餘的疫苗 開放給非公費對象來接種 譬如說有個預約平台 將每日剩餘的疫苗 尤其是最後一瓶 那是不是可以讓民眾來知道 剩餘的疫苗的數量 地點來公告 開放非公費對象的民眾來排隊接種 以免浪費了疫苗資源 謝謝 第一個 我們在 我們大概現在廣泛吃打之後 那是全部都會列為公費對象 你講的意思大概指的就是說 非優先次序的對象 來施打 那現在以我們的開放 還是會比目標群 還是會比供應的 疫苗要多 所以這裡面還是希望能夠救著我們供應的對象群 一到 一到六類的 尤其75歲以上的長者來打 那第二個剩餘的疫苗 我們大概有一些規定 不過我們醫護人員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從以往的經驗看起來大概一瓶可以打到 10.7人 10.7 所以疫苗確實很珍貴 由於像我們現在還算是 比較短促的時候 能夠讓更多人來使用 相信是比較好的 那至於說要用疫苗地圖來 預約 可以我這裡再跟唐鳳政委再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是規定就是說 就打 因為他開瓶後六個小時會失效 所以我們希望到最後的時候 譬如預約人到最後 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希望說有滿六個人 才開另外一瓶 否則就可能有臨時人來貼 或者可能大家要稍微 忍耐一下再換個時間來打 因為畢竟你浪費了 譬如說一瓶浪費了四個人 也實在是非常的可惜 當然就一定會帶來有一些不方便 不過我相信 醫療機構如果再有一個彈性 譬如說一到七類的 一到六類的人 也許就有一些符合 這個符合施打的對象 也可以請他來打 指揮中心好 我這裡有兩點問題想要詢問 第一題就是有諮商心理師 就是有反映他們一直打不到疫苗 然後甚至預約好了之後到現場又說資格不服 然後部分縣市還有持續在造冊中 那他們有自嘲苦笑說自己是醫事人員中的疫苗孤兒 想請問一下有考慮把諮商心理師也比較 一至三類醫事人員或者其他序位進行施打嗎 第二個問題是想詢問說目前 國內有30名國籍航空的外籍機師 就是有趁休假返回美國 然後施打莫德納或者是輝瑞疫苗 但按照臺灣的檢疫規定 即使在國外打完兩劑疫苗之後 人形同未打 是不像國內施打完之後 只要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加上第七天PCR檢測就好 請問一下指揮中心未來會考慮採納認定嗎 謝謝 第一個這剛才我也講一開始講過說 在以前在造冊的時候 是有可能有一些遺漏 所以我們在檢視各地方政府在報出來的造冊的人員數 有時候跟他地方的一個人口數 那顯見有一些的不平衡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請地方政府 再重新檢視他相關的造冊的人 裡面是不是有所遺漏 那有的話就趕快補證 那這樣我們在計算相關的這些人員的分配的時候 也會比較精確一點才不會有遺豬之憾 那至於說在國外打完疫苗 然後再回來是不是要放寬相關的檢疫 當然我們以前都有這樣的一個思考過 那不過目前我們在國內的疫情正在緊張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多花一點精神把這個國內的 情況先守好 然後另外在國外這時候要來開放 也有一點擔心這個相關的變種病毒 是會引發在社區上面 讓我們比較難以掌控的一部分 所以在那部分目前 雖然我們曾經有想過 有計畫過 但目前在國內疫情在緊張的時候 我們大概先不做這樣的一個考慮 好 我們看到今天的本土新增病例是167例 那死亡的個案呢 相較於昨天 今天又回升到兩位數 新增18例死亡的個案 不過總體的疫情趨勢來看 今天已經是連續第四天 我們的確診人數都壓在200以內 所以現在大家就很希望628之後 是不是可以不用同島一命 可不可以其他縣市呢 可以是各區風險的高低 來做不同程度的降級 好 不少的公衛專家提出這樣的看法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也要來請教林醫師的看法 好 今天已經是第四天 本土病例單日新增在200例以內 所以林醫師看起來這個疫情真的有在趨緩了 所以現在陸陸續續有公衛專家就提出啦 其實台灣是不是也不一定要這樣同島一命 好 看上各區的風險高低 可以做不同程度的降級 不一定說大家都要跟疫情比較嚴峻的 這個雙北一樣是三級警戒啦 好 那其他地區有沒有機會以後變成2.5級 這樣子呢 來做一些調整 林醫師怎麼看 其實我個人是蠻贊成的 我們不一定要同島一命 不一定要同島一個感染管制命令 這樣去解釋比較好 因為其他縣市真的沒有像台北新北這麼嚴重 對 因為很多縣市都是零星的個案 對 那其實大家也要考慮 我們不能只看這個疾病的因素 你知道我們很多經濟上的因素也要考慮 就是說因為我們一直三級廣告很多的行業真的是奄奄一襲 所以也實在要救救他 還有很多人運動選手沒辦法運動 這個健康也會因為這樣衰弱 所以你看球也不能打了 什麼健身房也不能開了 這個餐廳不能開 連戶外運動都不能做 這個也是有點太過強求 畢竟台灣的這個疫情也不像國外那麼嚴重 當然我們希望三級廣告說 我們從疾病的可能希望把它管制好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把它管控 把它變成一個修正版的三級管控 或者是加強版的二級管控 那我覺得樂觀其成 畢竟即使是這樣 我們還是會戴口罩洗手 不會說你這樣就可以隨隨便便 也不是這樣子 那畢竟來講你一直在三級管控之下 真的很多的人 真的因為這樣四月的四月沒有錢 賺了沒有錢 受不了 我覺得也真的是受不了 台灣有時候會因為這樣 你看有些人沒有錢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去看醫生 有病沒辦法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疾病也會更嚴重 你要考慮到各種層次 很多人怕去上醫院 其實你看我們確診人數 雖然是167 死亡更加18 對 我最近看這幾次的死亡病例 跟確診率跟死亡病例的比值 幾乎都快要10% 雖然不能是這樣這麼簡單統計 但是如果統計一個禮拜以來的累積的確診人數 跟累積的死亡人數 真的快接近10% 當然你如果整個來看是3點多%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點高 這不曉得為什麼 可以幾個因素來講 很多人可能生病不敢去醫院 不敢去看醫生 所以他發現嚴重的時候已經很厲害了 這一點也是要考量 不能說只是說好像說 為什麼發病幾天就死了 其實台灣有一個優勢就是說 大家看病很便宜很方便 他可以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現在也沒辦法 大家不敢去醫院 不敢去診所 大家都很嚴重的時候 再來想要去送醫院 都來不及了 當然另外一個因素 英國變種病毒你說比較毒 傳染比較強 我也同意這一點 第三個 醫療量能真的要考量 我覺得說實在 你不要以為醫療人員好像 好像都很悠閒 沒有沒有辦法 醫療人員是很緊繃 真的很多的醫療人員因為這樣 你看他每天一、二十、二十、四小時在工作 也沒辦法休息 甚至雖然你已經降窄了 可是又一大堆工作要做 所以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量 醫療量能也是死亡率增加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大概可以想這三個因素的可能是 我們台灣死亡率最近很高的因素 當然過了這一波之後 我相信死亡率應該慢慢就緩和下來 因為確診數少了以後 死亡率也會應該會慢慢緩和下來 不過現在還看不到 死亡率比較下降的感覺 另外一個確診人數 一百六十七個到底我們這幾天篩檢的人數 到底有沒有跟往常一樣多 這個也要考量 對 這個也要比較一下 對 要考量一下 所以我是很希望說我們台灣可以解除三級警戒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依照目前中愛疫情指揮生公佈的三級警戒的標準 到二十八號我都覺得很難取消 所以我說修正版的三級管控 或是加強版的二級管控 這樣才能解套 要不然的話依據這個定義來講 你看一週內有三個社區感染在流行 我們台灣這一定超過 一定超過 不要不要講其他就這一條就好 另外剛才李賓銘教授也在提的 十個確診那個原因不明的確診案例 這個台灣目前有些接近邊緣 有時候好像看來沒有 有些看起來有 所以你看十個確診的病例裡面感染原因不明的 我們台灣也隨時都有 所以你要說六月十八要解除三級管控 我就有點困難 但是用各縣市單一單位來看的話 其他縣市是可以的 但是用全台灣來看不行 好 雖然說這個疫情真的連續好幾天 都在200例以內 可是真的完全不能鬆懈 因為確實現在社區還有很多的隱憂 尤其這個病毒不斷的變種 這個部分我們就要來請教瑞德哥了 我們看到聽說現在有一種 傳染力更快更強的 印度Delta變種病毒 真的讓各國是聞之色變 目前已經至少擴散到 全世界74個國家了 好 不少醫生都其實蠻憂心的 認為說這個變種病毒 它那個以英國為例 AZ對印度變種病毒的防護力 只有六成 如果邊境被迫 那皇城難逃 呼籲說這個莫德納疫苗 趕快優先留給邊境的人員 我們對這個印度變種病毒 現在相當憂心 對沒錯 那麼施醫師所提的這個 邊境人員 莫德納留給 今天這個 剛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已經有散意的回應 對 一萬劑莫德納給這個交通部 那麼用在包括機師 包括這個相關的民航局 相關的這個單位對不對 我覺得航警還有相關 只要有關係的 跟那個關口有關係的 都應該把他們列入施打莫德納 那之前施打AZ 因為AZ沒有莫德納 防這個病毒病毒的這個牆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的 這個方向是對的 那麼有人提出的 各式各樣的意見 只要對防疫有幫助 我覺得呢 那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要從散如流的去接納 所以他已經接受了 對 這個是非常好的 對沒有錯 那我也贊成各位專家所講的 當這個確診的人數 好像表面上維持一個100多例 然後甚至於在下降 我個人其實是憂心忡忡的 死亡人數 還是昨天低一點 各位數 但今天又回到兩位數 十幾位 那死亡人數 通常我們很多專家 告訴我們說是因為 那是老人家 年紀大 然後再加上 那時候剛好亂成一團 剛好是兩三個禮拜前 最亂的時候 然後重症的時候 所以後來死亡人數 才會那麼多 不過 那麼其實你用另外一個角度想 為什麼現在已經 三點多趴的死亡率 三點多趴死亡率 是因為確診數少 但是確診數少 也有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面 那麼他的衰 他告訴我們說 快篩量好像也蠻多的 但問題是事實上 如果遇到假日 遇到什麼什麼的情況下 一天本來 比如說台北市好了 一天一個站 可能最多可以到2000多個 但是遇到前幾天假日 就降到1000多個 那1000多個可以衰出來的陽性 當然就少了 少了以後確診數少 可不問題是死亡人數 還是居高不下 這個死亡人數還是蠻高的 十幾個人不要小看他 還是蠻高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解封的話 有條件的部分地方解封 我贊成 也就是現在很多專家 都講的2.5 為什麼呢 你要知道 如果現在貿然 高雄市長陳其邁 為什麼憂心忡忡的是 如果你貿然把一些 可能只有各位書 甚至已經加了好幾天的縣市 突然間降成二級警戒的話 各位你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嗎 這個東西 馬上沒有罰則可以罰他 不戴口罩 你馬上沒辦法 只有道德規範 所以我贊成2.5版的加強版 為什麼呢 口罩一定要戴 你知道嗎 口罩一定要戴 不戴造罰 這個絕對不能放鬆 一放鬆整個都開了 很簡單 因為在現在好不容易我們維持 現在的成果的 最主要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口罩 口罩跟疫苗是很重要的 但疫苗還慢慢來 所以口罩呢要先這個等於說不能放鬆 到28號以後 就算你要部分解封 口罩不能放鬆 但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餐廳小吃店 夜市等等 昨天還今天高雄瑞峰夜市已經開始 外帶嘛 恢復營業等等嘛 我跟你說 繼續下去之後 這些藥的整個都倒 當你都倒的時候 我們政府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拿出太多太多的預算 去照顧太多太多的商家 是沒有辦法 我說坦白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人一萬一九個月 不可能讓這些業者能夠繼續撐下去 但是你要有規範 你要規範比如說 你要有一個桌子 只能一個人用餐 還是說一家人 你要怎麼去規範這些 更何況還有室內室外集會的問題 你一定要可以加強 又可以防疫 又可以適度的解禁 讓這些地方 那麼可以活下去 很多老百姓可以繼續這樣存活下去 維持它最基本的經濟能力 那麼這個部分做得到 我贊成 因為有些地方事實上說坦白的 今天是一個月以來 彰化第一次加零 彰化高興得要死 你知道嗎 這對彰化來講是好消息 從葡萄事件以後 葡萄家族到現在對不對 那麼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傷害 那當然苗栗現在水生火熱 原因間苗栗也蠻多 是因為電子公司 電子廠等等這些因素 所以從這些地方看得出來 台灣的疫情逐漸緩步當中 但不是像某些 某些那個也是公衛出身 也是醫生出身的講說 全部都開放二級就好了 那整個都掉了 馬上好不容易 我們悶了一個月 整個功勞全功盡棄 很簡單 你看現在台北跟雙北 雖然降到兩位數 比較下降 緩步下降 從來沒有加零過 你知道還是二位數 誰就告訴你 這裡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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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是無症狀感染者 所以像新北市長 侯友宜 他現在最擔心的是 說在新北有 差不多一半以上是無症狀感染者 無症狀感染者 一些年輕人 他可能沒有症狀 我怎麼會去快篩呢 不去快篩你就驗不出來 我確診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事實上 到現在這個職業電腦 我知道大家都悶壞了 因為呢 現在一個月前的 5月15號 開始封到今天 剛好一個月 一個月 我今天凌晨夢到 我跟我太太出現在墾丁海邊 做夢夢到自己出現在墾丁海邊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我們忍住了 你看端午節電腦 加錢我也沒去 你知道嗎 去玩的人 去開錄影餐去的人 變得罵翻了 你知道嗎 大家都害怕 因為其實並不是確診率高 而是死亡率 而且猝死的比例太高 大家會怕 所以如何讓大家 能夠維持基本的生計 但是呢 又不能讓疫情擴展出去 這是指揮中心必須去思考的 在下個禮拜 我相信在下個禮拜 就會做出初步的決定 因為你28號就要解封了 所以會提前一個禮拜前 你就必須去思考 根据趋势 不是根据这个数字而已 根据趋势走势是什么样子 然后各位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拨1万剂 给交通部 尤其是边境 各位要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英国新变种病毒 比去年的武汉肺炎病毒 厉害太多了吧 死亡了400多个人 然后造成这么三万个人确诊 你要知道印度变种病毒 事实上比它还传染力还高 5成1分之1以上 你知道那个秩序 自己很了不起的 已经把锁国唯一成功的中国 现在在水深火热 它的广东 广州 佛山 深圳那个地方 一个从5月20级 然后开始的印度变种病毒 到现在源头都不知道 一对老夫妻 到底源头怎么样 不知道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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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本身都控制不住 搞不好一个不小心 他整个都出去了 所以这个病毒非常狡猾 非常厉害 而且非常会要人命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缓不下来 但绝对不容许他有机会 重新窜上 没有错 刚才瑞德哥讲了 大家很担心的这个印度变种病毒 目前疫情指挥中心说 国内是验出三例 不过呢 喝嘎仔都是境外移入 所以都被挡在 都被挡住了 不过接下来也要继续请教韦杰议员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疫情重灾区 还是新北市跟台北市嘛 那刚才有关于来宾或是林医师在讲的 这个呢 分级去解封这件事情 不知道议员这边怎么看呢 当然我是觉得说当然目前双北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 尤其新北因为当然市长也是一直在推行他所谓的广塞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的确诊数一直在还是还是维持在蛮高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希望可以把这些轻症或无症状者全部把它筛检出来 要不然你再让他在社区流窜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造成另外一种群区的一个爆发 所以我想当然在双北的部分 我想目前还是相对要更加的保守跟谨慎 你看所以像你看像这 甚至这几天这个疫苗的施打 大家还是希望说在大家如何出来施打 还是可以有一些保持安全距离 怎么样的方式 可以把这疫苗接种到这些民众的一个身上 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一个解封的一个状态之下 可能双北可能还必须要审慎的评估 尤其我这边再必须要强调 因为我们才刚过完短午廉价 我不可会远的像我的选区三支石门北海岸 就很多民众传讯息给我说 议员很多人来这边玩 他大家都很紧张 你说廉价去玩 对就是说到底会不会廉价之后 又有一波新的这个确诊人数出来 这个说真的我们还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民众 真的要把自己这个自主要把他管理好 当然虽然大家都闷坏了 因为一个月的时间确实也是非常的 这个受不了 因为每天在家里 而且包含很多人可能他失业等等 尤其像刚刚瑞德哥提到的 很多人最近在弄纾困 他弄不好 可能他因为条件什么不符合 他就心情不好 最近也很多的这些社会的事件 可能有一些不理性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是觉得说适度的 这个可能比较轻缓的一些县市 来做个解封 让这些基本的一些民生经济可以维持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 因为真的民众快受不了了 是这个三级警戒 真的到现在一个月了 一九月啊 冠廷 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做生意的人 快要撑不住了 该怎么办呢 其实看关联不明的例子 现在主要是在这个机关署 也好 卫生卫福部他们公布的例子 不然不明的案例在参北以外 都还是有八例 七例 七例 六例左右 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感染 他们不知道他是会去做什么样的社区上面的传播 所以现阶段到六月十六号 这边这个时间点为止的话 还不具备 我们指挥中心讲的三级 几到二级的状况 但是两个礼拜后的趋势是怎么样 我们必须以数据 然后去做考量 我当然知道说此时此刻对于这些商家 特别是餐饮业者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可是如果他还在持续不断的延烧 那在疫苗还没有覆盖到30%到40%以上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确实会造成这种疫情会持续延烧 所以此时此刻我个人是不建议在这个分区解封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确保 这个国民的这种流动的方式的话 那这个时候做的是任何的举动 都会非常的危险 特别是在澳洲 在他们的市集或者是 不管是他们怎么样定义 他们对于人的流动 是有非常严格的区分的 比方说你不能够离家超过20公里以上 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做到区域上面的分流 但现在我们的这个防疫的指挥上面 没有办法去直接下令说 你不能够移动到哪个地方 那人民还是可以去移动的 包含段无级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 所以尽管非常辛苦 可是还是希望大家忍耐到 确保到这观点不明的这种案例 已经降到所有的疫情调查都可以查到之后 那时候才有条件去思考是否做解封 那这一方面 当然有很多工卫专家 其实都有不一定是一致的意见 那当然就变成要公开的审议之后 因为有的时候工卫专家跟他们立场 跟这些急诊感染的看法又不太一样 那这种时候就必须要沟通 所以此时此刻不管是哪一个说法 其实都不用去情绪上面去攻击 而是真的是要坐下来 先看两个礼拜后的数据再做决议 现在任何的决议都超之过招 没有错 这个解不解封真的是两难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赶快来看 为了要揪出在社区里面潜藏的确诊者 未来指挥中心也会开放这个居家快筛 这一块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不过一开放之后 到底这个快筛试剂买回家要怎么用 那居家快筛 又跟医院用的快筛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稍微回来好好来了解一下 快筛队伍看不见镜头 先前疫情紧张 各地陆续在热区设置快筛站 但现在就怕社区还有检藏感染源 指挥中心不但要做社区普筛 还宣布补助各地快筛站 50台PCR检测仪器 打造全国社区防疫网 那有社区的快筛 那有企业的快筛 基本上都在这边经过快筛之后 如果采取采到是快筛阳性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进到社区的筛检站 那可以进行快速的PCR检验 希望透过这样比较快速的 一个筛检的策略 能够让这个亲密的接触者 染疫的可能性 让它能够降低 不只能居家裁检 还广推社区快筛 以及企业快筛 阳性就会进到社区快筛站 进一步PCR检验 一旦阳性严重就会转到医院 清正则送到集中检疫所 根据统计到6月13号 全国已经开设249个社区快筛站 指挥中心表示 鼓励各地方政府 以区域个安数和确诊者逐机热区 等盛行率较高的地区 作为考量 针对有相关接触史 和无症状的民众 当主要筛检对象 那我们当然会增加 最主要是速度会加快 快筛阳性之后 那平常我们送到实验室 再来做PCR的话 那时间再加上交通 那可能都是要 至少半天到一天 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现场 我们就可以直接做 这个快速的PCR的话 那这个时间大概是 以机器本身的时间 是20分钟 那就会避免 就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被确诊的时候 又造成一个其他的接触 除了希望 索短快筛空双期 也要快速补足 各地医院量能 一星集会中心还宣布 之前购买的500台 救命神器 HFNC 已陆续交货 首部会配送给 46家重度急救责任医院 和4家里岛医院 分配量则会依照收治人数 跟专责加护病房数来决定 好 在讨论相关的议题之前 我们要先来介绍 今天新加入的特别来宾 我们欢迎泰博科技董事长 陈朝旺 主持人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泰博董事长陈朝旺 好 稍后有更多的问题 要来请教董事长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公布的这一张流程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有这个COVID-19的广筛策略 如果一旦这个居家快筛世纪 如果真的民众买得到的话 在家里裁剪之后 一旦验出来是阳性 那会建议您说 赶快到社区来快筛 如果结果同样是阳性的话 下一步就要到社区的筛检站 来做这个快速的PCR检验 好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 阿中部长讲了 中央已经加码补助了 50台的PCR检验仪器 希望能够加速 尽速地找出这些社区的隐形感染者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来请教 这个陈董事长 因为其实民众对居家快筛 有很多的期待 也同时有很多的疑问 像是居家快筛 到底跟医院用的 或是跟企业用的快筛 有哪里不一样呢 基本上它是居家用的快筛的话 基本上采集的位置点不一样 采集的位置点现在目前 因为是要司法的规定 如果在鼻烟的话 基本上一定是医事人员才能够执行 如果说要变成居家的话 那个位置一定是采集 可以在家里自己可以采集的位置 那个位置在目前最好的位置 大概就是鼻腔 是 好 那稍后我们想请教 有关于董事长一些快筛 准确度的问题 不过我们这边要赶快请教林医师 民众如果说接下来真的指挥中心开放 自己买居家快筛试剂回去用 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它买来之后 它怎么去操作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操作我就觉得 也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一般来讲 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这种快筛 怎么样的影像 这个录影系统都有 其实所以我觉得 当然第一个是采样 第二个是判读 判读通常也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要么就是看条文 要么就是看它的结果 它还会跟你说阳性阴性都有 所以应该是不是快筛 这个在外国 美国 德国 瑞士 英国 本来都是这样在做 是已经推一阵子了 已经很久了 因为他们流行的太厉害了 它不可能所有人都要叫医疗人员去帮你做快筛 所以变成全民自己做快筛 你有阳性的话 你再找医疗院守帮你再确诊 是不是PCR也没有确定 也没有阳性 因为快筛不一定是准确的 就是它至少是一个初步的检查 如果检查阳性当然就要去 如果检查阴性 你还要再几天再快筛一次 有时候第一次阴性 不一定第二次就阴性 有时候要连续筛几次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 这个也可以减少医疗的量 因为现在医疗人员也是疲于奔命 也没有办法去帮你每个都做快筛 而且你要用广筛 要普筛 就一定要这样做 每个人就要这样筛 甚至有些国外说 你先给我筛 筛了以后我没问题 你还可以进去这个餐厅 才可以进去这个公共场所 因为很快 15-20分钟我筛完 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进去了 这也当作一个护照一样 所以你要进入一个公共场所的护照 变成是要有快筛的动作 这个快筛事件 当然大家除了求快之外 也要求准 我要请教陈董事长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包括文化大学的宿舍案 当初就是因为有学生确诊 所以整栋宿舍的人通通都快筛 当天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14个人快筛阳性 本来大家想说这个事态严重了 结果没有想到隔一天北市府出来说 放心通通14例阳性通通都转阴了 另外就是有关于友台一电视之前也是整栋都快筛 第一天告诉大家11个人快筛阳性 里面还包含两位主播 不过后来在晚间又说 大家真的可以松口气通通都已经转阴了 所以要请教陈董事长 这个快筛事件如果不准的话 真的是会造成恐慌 对所以说基本上快筛的第一要件 就是一定要精准而且是越准越好 当然就是PCR来讲的话 即使是PCR认证里面 各个国家里面也不是所有PCR都是合格的PCR 有些人就说我是号称了PCR 就好像是你申请台湾的部分 也承认了PCR的部分也是 也是某几台是某几列的部分 它也列出来这些是我们政府认证过的 每一个国家都一样 日本也是一样 同样道理快筛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说快筛当然当然啊 目前为止市面上所看到的快筛 都是经过政府合可的EUA的制造出来的东西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 那认证的过程当中 它的以前的为了要紧急授钱 所以说它只有采样的阳性的部分 只要武力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数字太少了 再来就是说这个快筛制造的过程当中 它大量产的时候 是不是制程是不是出了问题 或者是平保是不是出问题 东西设计是没问题 但是制造的时候出了问题 平保也没有看到就把它放出来 那品质当然去出问题 所以说快筛精准快筛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一定要准 而且是越准越好 因为所有程序里面我们检测就是能够准 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病毒所在 如果说你乱抓了 把不该抓的抓出来 那只是造成恐慌 那该抓了没抓到 那它又让病毒继续传播 所以说使用这个快筛最重要的是 让选择一个精准的快筛 那当然过去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领域 那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我看到的 其实以日本来讲的话 它是第一大品牌 那个就是富士的部分 它的快筛的精准度在CT值32 33以下 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那个WHO公告 就是说基本上有认证的 WHO认证过的东西 基本上呢 在CT值27以下 它跟所谓的合格的PCR比对来 也是百分之百 那也就是说病毒量比较少的时候 27到30的时候 它就会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呢 我们目前台湾所看到的 快栽的看到的临床实验出来的时候 某一些厂商做得非常好 那某一些厂商真的非常的烂 那这时候呢 就会有志于 为什么台北市新北市 为什么还可以大胆的使用 如果说每一件都是像西医电室 每一件都是像文化大学 新北市台北市怎么可以大胆使用呢 为什么各医院里面可以大胆使用呢 那表示说 在医院里面 尤其是急诊室 急诊室里面那是接近来的病人 马上要做隔离 它基本上呢 快栽其实讲 我们讲15分钟 实际上的话 只要是阳性 其实不用5分钟就知道了 因为它的线很快跑过去 很快就出现了 所以就只要在两三分钟 看到这个阳性之后呢 马上就要做隔离 马上就要做处置了 那这样子对这个所谓医务人员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保障 所以说现在目前的 整个的健保制度里面呢 对这样子快栽的使用呢 在各大医院完全没有任何补贴 全部都是要医院自行吸收 即使在这么艰困的底下的话 那些医院呢 还是不得不 因为太好用了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好用了 因为它马上就可以知道 因为它可以避免 避免医务人员的阵亡 如果说你如果话 你要等PCR PCR它是一批一批进去的 要排队进去 出来的话可能45个小时 45个小时如果说它是痒的时候 你没有马上立即除止的话 那医生医务人员可能很快就阵亡 因为你就不晓得到底要怎么 怎么跟它互动 但是如果说进去之后马上快栽 两三分钟就可以知道它是阳性 马上就该接受处理 当然了阴性的确认 最好等到15分钟 但是如果是阳性 其实两三分钟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精准是所有的 所有检查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那再来就是说看企业 看这个位置 比如说企业快栽里面 如果说我是个工厂 我的工厂里面不准 我的工厂很重要 我的产值非常的高 我必须要人力来维护 但是这些人力维护进去以后 如果说 如果说有染疫的话 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后果 所以说依照风险分析来讲 我每一个人进去以后 我要确保它都是阴性 如果没有阴性 不准进我的工厂 如果不准阴性 不可以进到重要的地方 这时候你的快栽 如果不过精准的话 你给它漏过了 刚刚刚所讲的 不该做的做到 该做的没有做到 但问题很大 大家都讲快栽 要尽量要去补栽 但是更重要一点 要找到好的品质的快栽 精准的快栽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错 精准快栽 这当然是民众要的 不过当然啦 这个请教董事长 如果说真的买回家之后 到底民众在家里 到底要怎么用 说这个采集鼻枪的位置 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示范 就国外的经验 说什么要鼻枪里面 要什么8公分什么的 这个民众一听到说 这个我敢买 请教董事长 那个8公分不是鼻枪 它是鼻烟的 是 鼻烟的话 是因为医师法规定说 一定要医师人员执行 那鼻枪的部分 其实就好像是 我们挖鼻孔一样而已 因为它只要3公分左右 2.5公分 2.5公分到3公分而已 那其实等同就是 一个挖鼻孔而已 那因为那个棉花棒 那个采检棒呢 基本上就是医疗级的 那医疗级的本身呢 就是做得很smooth 那里面呢 里面有做了一些绒毛的设计 那很容易把病毒抓下来 当然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棉花棒不行 那一定是医疗级 经过临床实验 说这个东西呢 也是可以把病毒抓下来的 所以说基本上呢 那是操作 其实整体的操作 是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 你还是会操作过 硬硬四片 跟操作这个 只差一个地方 就是踩鼻孔 挖鼻孔就这样子而已 那其后面的动作呢 跟你做硬硬四片 其实一模一样的 它的平台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比较安全 就是比一般的PCR安全 因为采集得到的病毒呢 我们有一个萃取液 萃取液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病毒杀死 其里面的蛋白质 所以说呢 一般市面上的 我们所看到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变种病毒 其实以我们的快塞来讲 基本上它都可以侦涉得到 因为我们是采集的是 把病毒破坏里面的 蛋白质 那里面的半材质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基本上这么多的变异株里面呢 其实这个COVID-19的病毒的部分 内部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快塞呢 不管是任何病毒 都可以真的涉得到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要找到精准的快塞 好听董事长这样讲 大家有稍微比较放心 原来如果踩鼻腔 这样听起来好像还蛮容易的 不过还是要请林医师帮我们补充 帮我们补充 到底这个鼻腔跟鼻咽的采集 到底差异在哪 这个就是病毒量的问题 是 你鼻咽的病毒量比较多 所以为什么医疗上来讲 要取鼻咽 其实我们在流感快塞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取鼻咽 伸进去伸得比较深 在鼻咽的地方转下 把那个含细胞的 就是带病毒的细胞把它取出来 放到一个溶椅里面 把它溶解以后 然后去做那个快塞的一个动作 它跟流感其实几乎没有两样 就是它有两种 不过这个是有一种是测抗原的快塞 是跟流感一样 另外它有一种测核酸的快塞 这个是另外一种 这个是另外有一家公司的 那一家公司它是采核酸 它要它一个管子 它要装电池 它也大概要那个 大概要20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现这个有没有 它还会告诉你阳性 阴性它会跟你讲 它自己会亮灯 它要装电池 那像这种一般的快塞 就像比在流感的快塞一样 那种用抗原 那个是比较简单 也比较便宜 所以刚刚才提到说 两三百块是什么 就是测抗原 跟流感快塞一样的东西 测抗原 另外一种是测核酸的 那个比较贵 两千到三千 那个是另外一种 不过台湾现在进的是 好像两款的是核酸的 一款的是抗原的 那这三款目前在卫生部 在申请之中 那如果是进来 当然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可以减少医疗量能的损耗 那民众喜欢在家里塞 就在家里塞 也不用说 在医疗院塞到 哇糟糕了 怎么要消毒 怎么样 其他接触人要隔离 比较没有这个困扰 现在要推行广筛 陈董事长 这边还要再帮我们 稍微简短补充一下 我刚刚有提到 所谓的核酸的快塞 那我们知道PCR的部分 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理论基础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就常听到的就是CT值 那什么叫CT值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cycle 这个cycle time 就是从冷却 就加热到更高的温度 从65度到95度 再65度到90度 这样就是一个cycle 那这样子每一次的cycle 就是它的copies 就是所谓的把病毒一直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到一个程度就被侦测出来 但是现在目前机家用的PCR 就所谓的PCR用的核酸的话 基本上它是属于恒温的 那恒温的话它的放大倍率就没那么高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参数 那一般来讲传统的PCR的话 为什么它很精准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参数 包含里面的义菌 包含里面的氨菌 它都可以吃得出来 那所以说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参数之后 要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染疫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轻松 为什么CTC 为什么一直坚持用这个 就是因为它给的参数比较丰富 它很容易判断说 这个人的染疫的程度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现在目前 机家型的PCR来讲 它是一个简易型的 这算是一个简化型的 简化到最后它都没有任何参数 其实告诉你说你没有染疫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恐怖的 它只是突然间你测了之后 它告诉你说你得阳性 那当然你得阴性 这个很奇怪 那我们这种所谓的 所谓的基本上我们的抗炎快栽 这种所谓的传统式的 这种方式 基本上它会 我们的那个陈设的部分 病毒越多 你的那个病毒越多的时候 你的那条线 你的Test在那条线 就会越越深 你的病毒越少你就会越浅 所以你看到病毒量 就是我的东西很浅 虽然我是阳性 有点判断依据 但是我其实我的病毒量不是那么高 但是我如果纹色很深的时候 我的病毒量就很多 那对医护人员也是一样 我虽然是一个 两三分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阳性 如果是阳性的话 我看到那病毒量那么多 我那又很紧张了 赶快做了隔离就会特别紧张 如果说你看到那病毒量很浅 很微小的部分 即使它是阳性的 其实它的CT值也是很高的 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放心 所以说基本上 当然它是藉由PCR 所谓的核酸的理论 但是那理论 其实基本上它把它简化 简化到很简单 可以在家里使用 但是它的简化过程当中 已经失去了很多功能了 那些失去了很多功能 如果说对一般人 只知道说X或No 只知道阳性或阴性 那当然没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规格 其实也没有那么漂亮 尤其它的专一性 也就是说阳性的确诊率的部分 的规格没有那么漂亮 大概98 有些叫98点多而已 当然我们基本上 好的快筛 基本上 我们一般的传统快筛的话 基本上要99.8以上 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快筛 那个阳性的切诊率 或是阳性的 的sensitivity 基本上要94以上 这个快筛精准度 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除了关心快筛事剂之外 我们要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赶快关心 这个阿公阿嬷们 这两天打疫苗的进度 到底到哪了 台北市 尤其状况真的蛮多的 像是万华的西元医院 到底可不可以来这边打疫苗 居然是三度变卦 让当地的里长超生气的 我们稍微回来 一起来关心